クリスはね、あのー、一番好きなプロレスっていうのは、あのー、90年代のビジノクプロレスなんですよ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哥阿奔频道。 说到中国的娱乐圈第一美女,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志玲。 她有着娇好的面容和火辣的身材。 得到广大粉丝的追捧。 在日本的摔跤界,同样也有一位长相酷似林志玲。 号称日本第一美女的选手,名字叫做赤井沙西。 这位美女身高1.74米,同样也是拥有天使美貌和魔鬼身材极一身的摔跤手。 为了充分地展现美女的身材,这个角度哥几个应该满意吧。 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一场这位日本第一美女对战美国拳王的比赛。 美国拳王对战日本第一美女摔跤手你见过吗? 美女被打敌是泪眼汪汪。 这次比赛是美国拳王三个王者发起的,面对根本不在一个档子的对手,杀西没有退缩。 接受了美国拳王的挑战,他要向世界证明,谁说女子不如男,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的持有者。 这场比赛也是捍卫自己荣誉的一场比赛,这个头发前面有点绿的。 哦,不好意思看错了这是粉色,不过挺个性的嘛,他就是来自美国的拳王,上格王者。 而这边就是日本第一美女摔跤手,赤镜沙西,有着小林智林之称,本是一名模特兼演员。 自从跟随父亲学习格斗后,便已经扑倒了这上面,本可以靠颜值吃饭,偏偏选择了扣实力。 比赛正式开始,双方一上来就抱在了一起,王者依靠自己优势,抓住了沙西的胳膊,带着沙西转起了圈圈,这一上来就把沙西弄得不要不要的,一个大翻转,沙西直接跪倒赛地。 王者竟然调戏起了沙西,对着他的秀发拍断了起来,真是一点都不懂的连强西语。 沙西一个跟头翻了过来,屁股一转立马反客为主,拧得王者直接单膝跪地。 这是想想沙西求婚吗?那你别想了,沙西的心可不在你这,他还有个中国男朋友去追难。 面对沙西的进攻,王者显得非常享受,站起身的他,直接将沙西挤到了角落。 两人缠绕在一起,王者抓住沙西的头发,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裁判制止了王者接下来的动作,缓缓向后撤了出去,在沙西放松警惕后,又落住了沙西的脖子。 沙西在王者的怀抱里,使出了小拳拳击打在王者的腰子上,沙西将王者甩了出去,王者借助边上的弹力。 又将沙西撞了个四角朝天,王者还想再来一次,但被沙西闪躲了过去。 站起来的沙西也用边上的弹力,在王者的身上玩起了杂技,紧急地用惯性将王者摔了出去。 整理了一下秀发的沙西,指着摄像头大呼,看我溜不溜,王者静静地看着沙西表演。 然后一脚踹到了沙西的肚子,截止抓住沙西从边上中间扔了出去。 差点砸中下面的摄影时,王者紧跟着跳下了擂台。 迎接他的却是沙西的小脚,王者也是非常淡定,转过身一技飞踹还击。 两人板起的回合这游戏,你一脚,我一脚的好不乐乎,再次冲过去了沙西。 被王者一个公主暴扛到了肩上,沙西拼命地挣扎着,王者想要借用柱子撞击沙西后背。 却被挣脱的沙西加了一把火,王者偷鸡不成十把米,把自己给干费了。 缓过来的沙西,对着跪在那里的王者,就是一阵输出,看王者还挺享受。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号呢,沙西再一次出腿被王者接住,紧急呆了王者一击大肘子。 这还没有完,王者开大门,抓着沙西的胳膊就是一个翻江倒海。 好家伙,你这也太狠了,我一看你就是个老光棍,下手这么狠,看则地上捂着头的沙西。 王者如抓小鸡般抓起来沙西,带着沙西转了一圈后,将其兜上了擂台,自己则爬上了角柱。 站完后的王者,瞄准了目标,对着站起来的沙西,就是一个飞串。 这一脚疼着沙西直握着下巴,紧接着王者整个人压在了沙西身上。 此时的沙西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,你这招是使的,是不是想成绩开由,王者居高临下的拿着脚。 羞辱人也不但以这么羞辱的,卯羞程度的沙西一把推开了王者。 王者继续挑衅着沙西快点来打他,那不能惯着,干他,不知自己心脸的沙西,还想抱吹王者。 王者的大体格在这放着,怎么能让你得逞? 两人同时单击跪地,双方准备一起进来。 围城向王者挣脱开沙西,一个转身后蹬,踢中了沙西的胸口,王者一点都不懂怜香机遇。 对着沙西冲了过去,却被沙西给送到了擂台外边,紧接着就是一个高兵腿。 把王者踹下了擂台,沙西也蹲了出来,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。 沙西放出了他的绝招,只要你在擂台边,那就少不了挨上这百分百命中的一脚。 我不告诉你们这一脚并没有踢中,但王者的演技非常好,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的。 此时的王者躺在地上,迟迟没有起来,裁判也让沙西把王者扔上擂台,毕竟擂台才是主战场。 下面进入沙西的表演时间,王者是否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。 沙西一顿操作猛如火,王者没有反抗的机会,就被沙西压在了下面,还差一秒的时间,王者弹开了沙西的压制。 面对站起来的王者,沙西一个边腿,打在了王者的胳膊上,捂着胳膊的王者非常的痛苦,在擂台上转了一圈后,向着沙西走去,沙西丝毫没有反应。 王者抓住沙西的手,一个野蛮冲撞,沙西又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,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得非常大,王者想要抓起沙西,却被沙西一个高边腿击中。 两人的行驶都非常到位,腿部攻击给长眼了一样,一个打右胳膊,一个打左胳膊,看样子,王者先顶不住了,担心跪地迎接着沙西的进攻。 非得挨上那么几下才开始反击,抱住沙西的腿,重拳出击,接着对着沙西胸口就是一拳。 王者继续抓住了沙西的头发,却被沙西给挣脱开了,反而沙西一巴掌。 沙西想要借助边城放大,缓过来的王者一个飞步放倒了沙西,接着将沙西反过来进行压制。 此时的沙西以毫无反抗的能力,被王者压在了身下,但残热的意识告诉他还不能输。 用尽全身的力气,弹开了王者的压制,愤怒的王者再次抓紧无法反抗的沙西,使出了终结性。 这次沙西是再也没有反抗的力气的。 比赛结束,沙西很遗憾输掉了比赛。